人戏女星威吓员工还动手!自爆,抗迪士尼学来的! 蔡蔡续片中饰演恶女,杀气全靠迪士尼卡通的反拍角色! 图伟来日本台!2018年4月20日! 日本演员蔡蔡续在最新主演的日剧《人世女恶魔》中杀气在升级,对付问题员工既不心软也不手软,光动嘴威吓不够,还要加上俐落的拳脚功夫,一出场就让观众吓得倒吸好几口气! 然而被问及如何诠释恶女角色,蔡蔡续修说,其实我都是看迪士尼卡通的反拍角色来揣摩的! 意外透露出可爱的反差萌! 面对首次接下的恶女主演,蔡蔡续投入角色相当用心,先是趁着与牧村拓在合眼DG终极保镖时,偷偷观察她如何跟工作人员博感情,学习如何在剧组当个称职的主角。 轮到自己拍摄人剧,她就如法炮制,接住从服装到妆容设定下手,积极提出个人建议,还出解私人衣物工造形式搭配,只为在观众面前完美呈现海龟派恶女一角的冷酷干练形象。 蔡蔡蔡续从服装造形到妆容设定都积极参与讨论。 蔡蔡续来日本台,2018年4月20日。 她剧中所穿的13公分红色高跟鞋,也是蔡蔡续特地请人量身打造定制,从鞋跟高度到鞋头款式,皆由她亲自决定,将自己的修长美腿发挥到淋漓尽致。 对此蔡蔡续表示,现在的她总觉得自己越坏越耀眼,也经常想住,我才不要把恶女让给别人演。似乎已经让恶女演上瘾。 人是女恶魔,4月21日期每周六晚间10点同步,与日本在未来日本台播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